作为中国男篮当前决队的领袖,意见连曾经在NBA有过一段时间的不愉快经历,虽然当年的意见连在选秀大会上也是被第六顺位选中,可以说起点是非常高了。 但是由于意见连自己的性格原因,以及言语不通,使得意见连始终无法在联盟打出自己应有的水平,而且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特点,便是意见连的前几个赛季表现的要比之后更好。 尤其是在新秀赛季,意见连还曾经拿到过越最佳新秀,可以说当时的熊鹿,也是把意见连当组核心未来培养的。 但可惜的是由于伤病等其他原因,意见连在熊鹿始终未能达到预期,但是虽然球场上的表现有些不尽人意。 意见连这个看上去挺老实的中国男孩在NBA赛场,上却有许多写性的镜头,最典型的就属他在新秀赛季拳击加内特的那次了。 那么当时意见连为什么要拳击自己的前辈的加内特呢? 一起起加内特,相信很多球迷对他的第一印象便是强悍。 作为曾经联盟里打球最富有观赏性与血性的球员,加内特在球场上的表现无一步充满了力量与决斗性。 那个时候的加内特在森林狼练出了一身的力量,而即便如此加内特这名球员也是联盟出了名的能搞事。 曾经联盟中要论喷拉几话加内特,绝对算得上11号人物,因此,即便是面对年轻的意见连,加内特也要调戏,一下这个青涩的中国男孩。 结果就发生了下面的一幕,曾经由一位球迷评价意见连是新游猛虎。 就是因为虽然意见连长得非常无害,一脸都傻想,但是如果意见连一旦发起很难,那可是谁都拉不住的。 在那一场比赛里面加内特与年轻的意见连队外,虽然这两人之间的实力差距很大,但是喷拉几话习惯了,的加内特也还是想进入一下这位新秀。 因此,硬汉加内特在有一次进攻中,就对意见连来了一次犯规,这次犯规还非常凶狠。 即使是裁判停上了以后加内特,依然不依不饶的去推访了意见连一下,口中还念念有词,肯定是在喷拉几话,被加内特压制了一整场的意见连,在这样的挑衅中终于爆发了。 由于英语水平不行,当时的意见连根本无法说得过加内特,所以气急败坏的意见连虽然表面上没有怎么体现出自己的怒意,但是在加内特追着意见连骂的时候,他浑身就是一记老拳,而这一拳直接将加内特击倒在等。 虽然意见连的这一拳,并没有引起更大的冲突,但是作为联盟老流氓的加内特,在这样一鸣菜鸟金秀上吃了这么大的一个龟,可想而知他是有多么郁闷,也难怪此后加内特,每次碰到意见连都要格外的照顾一下,而这两人的梁色,就是在当初一的这一拳里结下的。 大显